好 家人们晚安 那我们先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浩大的恩典 主耶稣 谢德主啊 我们原本是你 真的是公义愤怒审判之下的罪人 但却蒙了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 主 谢德主啊 不但与你和好 谢德主啊 你还要真的要把我们 真的是磨成你神儿子荣耀的形状 谢德主啊 叫我们成为 真的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产业的荣耀的儿女 主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记得这个时间 谢德主 你再把罗马书更多向我们开启 把你的荣耀心意向我们开启 愿你的话语显为大 谢德主啊 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 真的是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 来改变我们 就是书信这样子 那第一卷的书信呢 就是罗马书 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呢 罗马书呢 一个重要性就是说 罗马书讲到说我们救恩的根基 到底我们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我们凭什么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那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行为到神面前能够被他称我们是义吗 所谓称义的意思其实说白义的就是made right with God 就是在神面前是神可以跟我们说呢 嗯 good 或者是说呢 是可接受这样子而不是被定罪的 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行为来到神面前呢 还是我们需要靠其他的方法 那第二点是想到说呢 那我们得救之后呢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如何一步一步的 不但从罪的刑罚里面 免于罪的刑罚另一方面呢 还从罪的权势里面 被释放出来 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 所以这边我们讲到说呢 就一个interaction讲到说呢 一个赌徒的两面问题 所以请大家先想一下 如果我们一个亲爱的家人呢 他很不巧 他那个呢是个软上毒瘾的addition的赌徒 ok 然后呢 因为好赌呢 就欠一大笔赞 所以呢现在正在被 讨在讨在公司呢 或者是黑帮 黑帮呢 追逃当中 追杀当中 那因为是我们的家人呢 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他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当然当务之急呢 先要挤着他这个债务问题 对不对 免得他被这些黑帮追杀这样子 所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 可能或者要帮他 有能力帮他还债 还得赌债 或者呢 要跟这些 讨债公司的黑帮呢 黑帮老大呢 谈判一下 看什么样子可以 那个分期付款或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的话第一步呢 治标呢 要先帮他怎么样子 处理这个债务问题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呢 这个只是治标而已 如果我们只是帮他处理 赌债务问题之后呢 你也知道呢 他下次读隐犯了之后呢 他又继续赌博 所以的话呢 这事情呢 又会再重复一次 所以的话呢 不但要帮他 解决债务问题 还要更重要就是 资本问题怎样子 要帮助他如何处理他的读隐的问题 帮助他呢 从这个addition里面呢 可以释放出来 那同样的 我们呢 我们这个 亚当的后裔子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这个生来是罪人的 这些人呢 也有两面的问题 一方面呢 我们犯了罪 不管是我们思想的罪 言语的罪 行为的罪 我们犯了罪 得罪神 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到神面前来 第二个呢 我们要解决说呢 怎样解决那个 我们那个在我们 肉体里面 那个sinful nature 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罪 好像只要罪呢 借着一些东西来引诱我们 我们就立刻犯罪那个倾向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发现说呢 我们需要怎样子 我们需要两面的拯救 一方面从罪的刑法里面 被拯救出来 一方面呢 从罪的权势里面呢 被deliver出来 也至于说我们可以有不换罪的自由 那这是我们在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呢 首先需要emphasize的一点 那我们可以帮我们放下一页吗 谢谢 下一页呢 基本上的话 我们把罗马书大致分类 分段一下这样子 那我在说这个分段基本上的话 这都只供参考用 因为呢 大家都可以按照个人的这个切入点呢 不同的角度呢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分段 只要我们分的段呢 不要太奇怪就好 所以一般的话呢 这个只都称考用而已 那不过罗马书其实蛮明显的 前面一到八章 你发现是一段 然后九到十一章呢 又是另外一段 十二到十六章呢 基本上是生活的时机 又是一段这样子 那在这一次呢 我想会特别针对 一到八章 一到八章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讲到说一到八章是生意跟成圣的过程 这样子 但是 等我们再讲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会更多的用经文 来 clarify我们一些的观念 那但是基本上的话 我们大概分一下的话呢 罗马书 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呢 讲到罗马书的总论 讲到说呢 福音呢 就是显明神的义 然后 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呢 讲到说呢 当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 我们得到称义 还有得到祝福的这些许多的祝福这样子 那另外 罗马书六章开始到第八章呢 讲到十字架的另外一方面 主耶稣不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说呢 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主耶稣基督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也把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救人跟他一同定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说 我们可以脱离在罗马书第六章 罪的律 还有第七章呢 还有律法的诠释这样子 我们可以得到这两方面的释放这样子 那这是我想罗马书前面一到八章 主要特别所强调的 那 九到十一章呢 讲到说呢 既然 犹太人 跟外邦人都是因性正义 那到底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 我们讲到犹太人的检选和恩典 12章 16章呢 这是保罗塑星的 惯例 保罗永远不会停在歧视上面 他永远把我们带下实际 所以不管你看以不所书或哥罗西书 讲到前面那么高的歧视之后呢 保罗永远把我们接地气 回到down to the earth 怎么样子在日常生活里面 活出 活出这些真理这样 这样子 所以的话 这是罗马书的分段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看下一个 好 那 首先呢 我们先clear发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在讲义上的第二页 讲到说呢 罗马书的主题 讲到神的福音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到罗马书第1章 第1章第1节 我读给各位听 耶稣基督神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所以保罗是神呼召成为apostle 使徒呢 set apart 特派传神的福音 好 那这福音呢 是神从前借了众先制在世音上所应许 所以这是个 这是庞子 好 再下来一个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好 所以基本上的话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 让大家clear发一个观点 因为一般我们讲到福音呢 就是讲到说呢 OK 我原来是不信耶稣的 那是个罪人不信耶稣 可是呢 有一天呢 我听到福音了 被圣灵感动了这些话 我都承认我是个罪人 所以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 个人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到了心里面来 这样子 这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福音这样子 但是如果 如果你愿意 听我的说法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保罗所说的福音 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自己 福音就是主自己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耶稣基督有多么大呢 福音就 这么多 就这么大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照了讲一念呢 我们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传福音 期待他们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 我们对还没有跟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传福音 耶稣要来用圣灵跟火 给我们施洗 我们对心灵 或身体有伤害的 有伤害疾病的人传福音 因为耶稣呢 是我们灵魂体的大医生 我们还没有 我们对还没有进入内世 进入与神亲密内在生活的基督徒传福音 因为耶稣是我们灵魂的 新郎 我们也对爱世界的基督徒传福音 因为耶稣是再来的天国的君王 我们对每个人都传福音 我们对自己也传福音 因为福音不是别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福音呢 就是神赐给一切受造之物的 Good news 所以你会发现说呢 我在这边 我这边的福音呢 就像爱因神的相对论一样 我们都知道有 狭义相对论 还有广义相对论 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采用 广义 广义的福音 I'm sorry 那当然一般我在说 一般我们讲到福音呢 是狭义的 说 我还没有信主的 基督基督做我的救主 那个也没有错 但是我希望把福音的范围呢 稍微扩大一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对每个人都传福音 我们也对我们自己也传福音 因为福音不是别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Amen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当然 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 你会抓出一个主题出来 就是神在审判的背景之下 施行救恩 那 为什么需要救恩呢 因为有审判 所以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罗马书 第2章 跟 第1章的后面 第1章18节 到第2章 要 可乐法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不管是有 律法的犹太人 或者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 都犯了罪 所以基本上保罗是要说呢 不论是 就是犹太人 或者是 外邦人呢 基本上天下乌鸦 一般黑 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1章18节到第1章最后讲到说 那 外邦人的罪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 那 我们来看一下 第19节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人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而且 自从照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误 所以的话 我们称这个叫做自然启示 就是说你看 看到 天地宇宙的创造 看到这些宇宙的伟大 还有我们这些塑造的奇妙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是说呢 有一位塑造主 有一位creator呢 创造这一位 就好像您看到你的smartphone的时候呢 对不对 不管是software hardware 都知道说呢 这些code 这有人写的 那这些东西都有人设计 有人制造的 你不会相信你的smartphone 是自然生成的 制造我们没那么大的信心 所以的话如果有点跟你说他无神论主的时候呢 你要佩服他的信心比我们大 因为他可以相信说呢 这一切 这么伟大奇妙的创造 这么复杂的东西都可以自然生成的 当然了就 Probability 来说呢 这个基础是0 for sure almost for sure 0 这样子 OK 所以的话呢 我通常对无神论者说呢 我很佩服你的信心 但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我只能相信 有一个creator 创造了我 这样子 那 外观狼醉在什么地方呢 虽然知道说呢 这一切是有一位神创造的 但他怎么样子 他呢 故意不认识他 知道有这位神存在 不去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然后他这么做的时候呢 思想就变成虚妄荒 虚妄荒谬这样子 就是反而去敬拜服侍这些受造物 而不须敬拜服侍这位不能朽坏的神 这位荣耀的神这样子 然后 当他们一再辞职这么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在罗马书第1章242628节出现三个同样的字 叫做 任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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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over 这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们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 当我们明明知道这些 就是神所冲到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故意 故意不去 就是说 故意不去认识他 不去承认他的时候呢 那 这时候呢 神就任凭我们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在 出埃及记看到像说呢 当法老一再不悔改的时候呢 神就一直任凭他 OK就继续刚硬下去 神也是 他硬的刚硬 神也继续让他刚硬下去 以至于说呢 埃及要成了那么多的刑法 他才愿意 让以色列百姓出去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我要再一次对我说 这些亲爱的家人说呢 神是有丰富的怜悯这样子 他不会我们几次 几次故意就 就任凭我们 但是however 如果我们一直持续 刚硬不悔改的话呢 神的话呢 就最后会let go 就说呢 好 既然你 硬要这么做呢 神尊重我们 只有一次 任凭我们 这样子 那这是 其实说老实话 有神的管教是有福气的 假如说神来爱我们 care我们 等到神任凭我们的时候呢 就像父母 真的是 看到这个孩子 真的没有办法了 OK let go 那其实是 对我们最大的一个 心法这样子 OK好 这是外邦人的罪 那第二章讲到说 那以色列什么罪呢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犹太人罪呢再来说呢 虽然神给他们律法 但是呢 能知不能行 对不对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律法很好 但是呢 行不出来这样子 所以的话呢 反而神的名 因着犹太人呢 违背律法呢 在外邦人当中呢 反而被 卸赌这样子 那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 第二章 这跟我们的 面带追求很有关系 第二章 因为外面 28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的 肉身的隔离 也不是真隔离 不在later 所以这边讲到说呢 神注重 我们的内心的真实光景 是的 神也看重我们的行为 但是神所要的 从心里所发出的行为这样子 而不是说呢 外面说的做的是一套 里面想的又是一套这样子 所以的话你就发现说呢 真犹太人呢 是怎样子 是凭着应许 凭着信心 像 以撒一样的 然后 真的隔离呢 也是基督呢 对我们施行那个 施行的 除去我们肉体情谊的隔离这样子 不是外面的那个隔离 外面的隔离只是一个 一个symbol 一个样子 它真正所预表 是我们的 肉体呢 真的被对付 被基督呢 就是说 割除肉体的情侣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为什么说呢 基本上 神很注重我们内心的光景这样子 我常说呢 Preciality is the business of heart 基督教呢 永远是 跟心 跟内心有关的business 有关的事业 不在乎我们外面讲多少做多少 知道我们的心如何 心对了 我们才在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说话 才可以蒙神所悦那这样子 好所以的话 第1章跟第2章呢 都证明一件事情怎么样子 天下无鸦 一般黑 犹太人 外邦人 怎么样子 都在 都在 神的 定罪之下 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称义这样子 那 有 立法 犹太人呢 做不出来 外邦人呢怎么样子 他没有良心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跟随良心 你也知道说呢 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呢 就是天人交战 虽然良心 觉得不安 觉得不该做 但是呢 常常怎么样子 我们那个弱体的情欲 对不对 我们那些 这个心理的 渴望呢 就胜过我们内心的 良心的不安 我们还去做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 就觉得说 怎么样子良心被控告 良心被定罪 这样子 但不管呢 有良心 或者是有律法呢 全部都没有办法 靠着 我们的行为呢 在神面前称义 所以保罗结论是在第3章 第3章 第20节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 知罪 所以的话 其实律法的话 的功用有很像 X光机或者是 CT scan 那个machine这样子 然后把我们scan过去之后呢 他可以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哪里哪里哪里出的问题 可是呢 他不能移植我们 所以神给我们律法是这个样子 神给犹太人律法是这个样子 神把他公义的要求的最低标准呢 写下来 白子黑子写下来 交给犹太人 接着摩西教犹太人 结果呢 弄了半天呢 最后 除了神 耶稣 没有律法 拉神面前蒙约 这样子 那你说呢 那 外邦 外邦人跟犹太人不是都有良心吗 那为什么 还要 神学犹太人给他们律法呢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呢 良心有时候会怎样子 因为我们 因着我们一直持续犯罪 良心就变成麻木 刚硬 对不对 俗话说良心被狗吃了 这样子 就说呢 变得 连那基本的良心 天良 天良上境 良心都没有的 而且 第二个 良心很容易被 我们的教育背景 或者是呢 或我们的社会习惯所影响 这样子 比方说一个如人同好 成长在一个 好像 婚前同心都可以的社会的时候 他觉得 婚前同心没什么 不可以啊 这样子 因为良心容易变 所以这时候为什么神他还给 呼召 特别给 一个民族犹太人律法 然后呢 让他们去 看能不能遵律律法这样子 但是呢 无论怎么样子 外邦人 然后呢 犹太人呢 都在罪恶之下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 隐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 撑你这样子 好 那 因此 现在我们讲到说呢 因性称义 这个义呢 一定是神的义 不是我们的义 我们来看一下生命纪六章二十五节 给大家听 生命纪六章二十五节 我们若造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 借命 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当然对啊 如果 神的要求 我们都可以做到的话 都会靠自己的本事做到的话 对不对 那神一定要对我们 竖起大门 大门主说 什么样子 也行 对不对 那 这 这一定是什么样子 是我做出来 是我的义 这样子 那可是的话呢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 每个人可以靠 行律法在神面前 诚意 所以的话 这边所讲到的义呢 是什么样子 是神的义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十四节 第三章二十节 罗马书 如今 确明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称义 这个义是神的义 神设立耶稣做晚为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我们讲到说呢 所以你发现说呢 我们所谓的阴性称的义呢 emphasize 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义 不是我们自己行为做出来的 是我们接受耶稣去的恩典 所以的话这些所谓的阴性称的义呢 都怎么样子 都是讲到神的义 如果你读旧约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 第六节或三十章 十六节 你发现说呢 耶和华我们的义 The Lord is our righteous 主呢 主耶和华怎样子 是我们的义 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有讲到说呢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三十节 但你们得以照基督耶稣 律师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再 emphasize一个观念 就是说呢 是的 我们做一些公义的行为 讨神的行为呢 这个是称义的结果 称义的结果 而我们所接受耶稣所领受的神的义 那神的义是怎么样子呢 其实是一个有位格的 因为呢 神的义不是别的 神的义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自己 所以我们就讲到 所以说前书一章三十节讲到说呢 主是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救赎 在这个地方 在后面我们继续 emphasize 因为呢 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说 那圣洁就是一些很 一些很好的行为 就是很holy的一些 behaviors而已 那个是 那个是结果 那个都是结果这样子 真正我们的holyness是什么样子 是主自己 是主自己 所以的话 希望我们可以慢慢有个观念就说呢 这些义也好 圣洁也好 智慧也好 是因为有位格的 是有位格的 是主自己 是耶稣基督自己 这是为什么说呢 当我们跟神越亲近 越靠近的时候呢 当我们更多被圣灵充满 当神的死耶稣基督 身边在我们身上 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的leadership 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加征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这些 表现 你会发现说呢 就是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神的智慧这样子 所以好不好 在这个地方 我要emphasize 观念就是说呢 一个生命成长的观念 这个在第六章 我们特别在强调 那 因此 我这边先跳到 如果你觉得我的思想 有点跳要式的事 非常抱歉 因为东西太多 我只好 有些跳要 好 人救赎也是 刚讲到说呢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再读一节 罗马书第13章11节 再者你们晓得 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 所以在保罗观念里面 怎样子 得救savation也是个过程 得救savation是个过程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加点来说 当然我们知道 成圣已经是个过程 这样子 但我们要说 圣节也是个过程 信心也是个过程 所以你看 在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很有名的经文 对不对 这意思本于信 以至于信 对不对 from faith to faith 信心因为是个生命 是个属灵生命 所以的话呢 从小信心到怎么样子 长大的信心 成熟的信心 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三章 十六节 如果你经过等后 神这个经文很熟悉 哥林多后书三章 尤其十八节 对不对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你可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到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从小的荣耀 到大的荣耀 在这个地方呢 我希望就是 引进一个观念说呢 称义也 其实称义也是哦 神称我们 我们是神的公益术这样子 所以信心也好 成圣也好 圣节也好 救赎也好 希望大家可以 有点观念感觉说 这永远在保罗的观念里面 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观念 是一个过程这样子 这也是under night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的原因 那如果你喜欢神学这个字的时候呢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这一点 我说这一点呢 是内在生活的神学基础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 我们为什么要操练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为什么不是只是听到而已 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这一切呢 都是一种生命种子的观念这样子 是可以从小变大的 那你也知道说呢 不可能种子你随便撒 它就会 它就会 当然 by chance 它可能会长大 但是的话呢 那个基础不大 所以的话一定的种子你要怎么样子 给它合适的土壤 对不对 你要施肥 浇水 你要除草 做各样的东西 它能够慢慢成熟 长大 长出成熟的果实出来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追求 一再赞美 一再等候神 谦卑顺服 那我只能说呢 有一个神的部人说呢 谦卑的学校没有毕业生 你什么时候觉得我谦卑的时候呢 我已经落到骄傲里面了 我要再说呢 那属灵的追求呢 那天生的追求呢 也没有毕业生 直到我们去建筑之前呢 都不会毕业 我们赞美 还是要继续赞美 不管过去赞美多少 不管等候神多少 今天还是要等候神 不管 凡事先过去多少 今天还是要凡事先 因为这是个 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 那属灵生命呢 无尽则退 只要是活的东西 它一定会长的 除非我们在这个停滞 或甚至进入个属灵死亡 原来的不长 但只要 这个属灵生命造的生命是活的 你会发现 它就要继续成长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继续追求的原因这样子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第四章 就讲到亚伯瀚的榜样 那这对尤兰特别重要 因为尤兰都公认 亚伯瀚是他们的主线 那在这地方 保罗要证明说 到底亚伯瀚呢 是因信称义呢 还是怎么样子 因行为称义这样子 那特别emphasize一点 到底亚伯瀚受割礼呢 他是怎么样子 他是已经因的信呢 受割礼呢 还是没有信的时候受割礼 保罗说呢 亚伯瀚受割礼呢 是怎么样子 是他已经怎么样子 他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 已经因信称义的因信 表示说呢 在受割礼之前呢 亚伯瀚怎么样子 已经因信称义了 因为 在创世记第十五章 亚伯瀚已经因信称义了 到第四一章章章受割礼 所以基本上呢 亚伯瀚受割礼表说呢 他在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呢 就已经因信称义了 接着这一点的论证呢 保罗要说呢 其实呢 这个因信称义是给怎么样子 是给没有受割礼的 也要给受割礼的 就是给那些外邦人 也给犹太人的 那给外邦人呢 就在他们效法呢 亚伯瀚在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呢 就已经因信称义了 那给犹太人就说呢 你不当受割礼 他效法亚伯瀚在还没有受割礼之前 就已经因信称义了 所以无论外邦人 犹太人怎么样子 都因着亚伯瀚是在未受割礼之前 就因信称义 所以都是也是靠着信心呢 才能够在神面前蒙冤啊这样子 好的 那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 文化书第4章22 24节到25节我来读 这也是为我们将来得顺为一知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予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教我们成义 所以你们发现说呢 这边讲到说呢 本来是我们该受刑罚了 但是呢神爱我们就用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代替 把他被交出去 为我们的罪被定在十字架上这样子 所以的话因着我们的过犯呢 使耶稣基督呢承受这些刑罚这样子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呢 因着 为了使我们成义呢 什么样子 主的复活呢 使我们的样子 在神明年可以蒙愿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读一下 格林多前书第15章 讲到复活的 伟大的章节 格林多前书15章 第14节 我读给大家听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也是枉然 第17节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 这样子 那用一个出钱的比例来说 好吧 比如说我犯了一个罪 但是呢 我花钱呢 找人帮我顶罪这样子 所以的话他就被我 他就被关进去了 这样子 所以他是为了罪的人 被关进去这样子 可是呢 只等到 只等到 他呢 刑期浮满被放出来之后呢 我才怎么样子 我才可以松一口气 只要他没有被放出来呢 怎么样子 就是说呢 这个刑罚呢 还没有过去这样子 所以这边讲到说呢 是 因着我们的过犯 主耶稣死了 但是呢 三年之后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表示怎么样子 表示说呢 我们可以跟神这样子 可以和好了 可以和好了 我们从罪的刑罚里面 得到释放这样子 OK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 就Legg Foundation 我们今天主要 是一到四章这样子 那后面 五六七八 我想可以的话 我们就用每天 每天再用一次的时间 我们go deeper一点这样子 那 所以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 那 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呢 我把今天的summerize 以下就讲到说呢 第一个 不管外邦人 或者是犹太人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靠行为称义 我们没有办法靠着修改自己 靠着修行 靠着改良 改良我们的行为 靠着教育呢 来到神面前能源啊 都没有办法这样子 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称为 称为义 被神接受 right make right with God 这样子 这个义呢 都不是我们的义 是这样子 是神的义 第二个 emphasize一些生命的观念 救赎也好 圣洁也好 称义也好 成圣也好 信心也好 鼓励大家把他想的一个种子 把他想的一个 配他一个生命 是怎样子 是需要成长 也必须成长的 所以的话 我们必须怎样子 不能停止的 要一直追求 虽然我不要在一个很紧张的里面 但是的话呢 在神表演给我们的季节呢 当神要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样踏出去 在我们的信义上成长 在我们的生意上成长 因为这个义是神的义 然后呢 在成圣上成长 更多像主自己 在圣洁上成长 就是更多像主自己 这样子 在救赎上呢 也成长 因为当我们 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我们的怎么样子 我们的灵得救而已 但是我们的魂呢 当主在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要得到个复活的身体 那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得救 但是在今生的时候呢 我们的魂 我们的思想 意志情感 然后更多的 因着操练内在生活 我们的愿意被神改变 变得更多像主自己 OK 好像我们先把这一刻 我们有一个foundation 那至于说下面的话 我们更可以 怎么样子 在这个foundation上 再往前 是的 我在神面前 已经能悦纳了 我已经跟神很好了 那现在不该怎么办呢 我该 我们该做些什么东西 或者该追求什么东西 以至于说 我的生命可以一步一步往前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最后做个祷告 主使得 把你的心意更多向我们开启 耶稣耶稣把你的话里的规模 建造在我们里面 因此 智慧的灵 启示的灵 充满我们每一位 使得主 预复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向你的话里是敞开的 使得主 让我们的心向你的话里是顺服的 主使得主啊 求圣灵宝贵师 亲自 罗马术的经义 更多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保叫我们不但只是因信诚意而已 我们知道说 我们前面 还有荣耀的标杆在我们前面 只有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 谢谢主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态势 谢谢主这样祷告求靠 耶稣基督圣明 Amen Ame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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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